联合国环境大会6号在坑亚首都奈洛比落幕 各国政府誓言遏止空气、土壤、河流与海洋的塑胶与化学污染 并要求彻底改革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方式 各国政府部门首长在奈洛比呼吁采取行动 宣言指出 每一年污染正在缩短数以百万人的性命 每一天世界上有十分之久的人吸入的空气品质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并且有超过一万七千人将因此提早死亡 各国政府部长的声明提出 每年我们在海洋当中清到480万至1270万吨的塑胶 并且制造超过4000万吨的电子垃圾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 截至6号已经收到包括来自各国政府、城市、企业 和个人在内的250万件反污染承诺 这些不具约束力的承诺包括了禁止使用塑胶带 限制空气污染或使用绿色公共运输